好 歐洲名牌片 這副是比利時的 中歐 比利時最中間 這副是南歐 Made in Spain 通常香港人現在不只玩南歐和中歐 還會去哪裏 你這樣說好像輪到北歐 所以我們今天介紹北歐牌 一來就四副 瑞典牌 有沒有見過 這個真的有見過 我第一次見這副 真真正正的第一次見這副牌 是在北京的 不是在北歐嗎 是在北京嗎 沒錯 北京 當時有一個世界最大型的魔術大會 這間廠商有參加過 那次的大會 就帶了很多他們的牌牌去銷售 是 這副牌呢 2009年它出了 Special Edition 另外呢 它也出了黑 就是 它出了這副叫 這個人我都不懂得讀 因為它應該是瑞典名 是 的 Black Jack 後來就出了一副 Anglo 這副 Anglo 這副 Anglo 這副 Anglo 系列 它就後來出了很多 很多 它就54隻 Made in Sweden Sama Designer 這副不同 這副我想是早期一點 55隻 就像我們剛才 那些歐洲的普通牌設定 是55隻 後來它可能就發現 其實54隻都可以了 是 那再出了兩個特別版 都是用52加2 那先看看 普通版 就是這樣 另外 那隻 Black Jack 就是白色黑色 我很喜歡一黑一白 這樣做 所以那時候 在捱炒價 都買了你這副一黑一白的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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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叫你送的 我不是一個人 我寧願買 好 另外呢 它後來出了一些特別版 我買不太多顏色 是 我最喜歡這兩隻 哦 我明白 這都挺漂亮 是 就是它剛剛合作一對 好了 今天我們不用開了四副 時間不多 就看看 我們看到這副牌 它是沒有貼紙 也沒有玻璃紙包著 還有一個這樣的凹位 很多時候 有一個割出來的凹位 它就是內籠有包到的 由於時間的關係 以及自己的心急 於是我就開了一副 黑色的 我挺喜歡這副牌的地方 是 它很專業 因為它這裡有解釋 麻煩SANF跟我一起讀 好 這些車子 是製造成 一個環境 的環境 與50-55% 相對濕度 相對濕度 是50-55%的時間 做出來的 如果你開這個 座椅 在一個室內 有更多的溫度 有更多的溫度 即是乾很多的話 那些鴨子 可以反應到這個 扇動 或是乾燥 這是很自然的 而這副牌 會在48小時 當鴨子 持有同的溫度 與周圍的環境 我第一次看到 這麼仔細的說法 是 看到這副牌嗎 是 我想要在哪裡呢 在北京 真的有測試 是嗎 我剛剛去完北京 這個時候 極度乾燥 為何我生病了 你剛剛去完北京 就是因為天氣 這支牌去到那裏 真的會整個 乾了又很容易 這樣彎 真的會 他還說 每一副牌 都是手入的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其實駕駛都會這樣說 你可以送回來 他會換一副給你 你記得要記住 紅心Ace 還有寫一個 說他在哪裏有問題 我這支牌很專業 還有他作為一副歐洲牌 他喜歡四邊有Pip Joker也是四邊有Pip 但是呢 他竟然在這裏 不是四邊有Pip 他可能想奏 比較大圍的市場 是嗎 還有我喜歡他的Pip 是很細粒的 他是葵線圈 你看看 他不是大葵線 他是小葵線 另外呢 他那些Jake Lloyd King 都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比較細的 還有瑞典畫法 其實是像King的這個Jake 有鬍鬚的 其實都有的 不過很少畫到正面 Queen 鞭毛的 King的話是側面 其實很有趣的 你看看這個Jake 這個Jake 他比較四方形 我們又看看 10 Jake 覺不覺得有點像北歐人的樣子 我想其實有那種感覺 真的 他是跟美國的那支牌法 是 但是Pip的Front Type 不一樣 是 這個煤花 好像泰鵝牌上的煤花 但他扁了 這裏 挺有趣的 其實 但他這些也是 他這裏是比較扁 就算是階磚 這個就像正常的階磚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旁邊小的撇撇 中間那些反而就是 最後就是看熊心King 熊心Jake 好 那你上 有趣的地方是 但為什麼他要你寄回熊心Ace 因為原來他的牌子 他擺過熊心Ace 平常大家擺過熊心Ace 平常大家擺過熊心Ace 是的 他擺過熊心Ace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這個寫著什麼 公司名字 是的 Off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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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eden 所以他的廣告牌 其實是一隻熊心Ace 是的 如果我記得 這個 給了USBCC 那些卡 會叫做 或者記住保證 那些卡 好 以後的時間交備 好 好 首先摸一摸這副牌子 是 其實這個很明白 可能鏡頭那裡比較難看到 但其實肉眼就很容易分到 網紋比較強烈 已經好 跟膠的那副不一樣 其實這副是因為沒有網紋 是 你會發現這副牌子的確是不同 即是Fanning 我聽到聲音也不一樣 即是你可能聽不清楚 但聽到聲音也不一樣 是的 開Fanning 你當時在北京有沒有試過耍 我當時有 但我當時的感覺跟好像 怎麼說 都還有少少不同 即是跟現在這副有感覺 多多少少少 有少少不一樣 因為我記得我當時 北京安蕭用的時候 那副好像再硬一點 那這副 不知道為什麼 是否他們再之後 有改良那個少少少 就是 油運度相對地調整過 那副牌子真的好很多 對 我自己也覺得是好很多 看看 我們做相同的洗牌測試 這個是 比剛才那個 二號多 我沒有做一些很吃力 嗯 這樣的表情 還有聽到聲音 嘶 那一刻 是數銀子的聲音 看看 Spring也很好 Spring不會太吃力 因為紙牌Spring其實可以很難 膠牌就容易 台灣的牌偏硬 所以Spring這部分很難 要很大力才可以 你有沒有練那些 現在不流行 80年代很流行的人 對 對 我小時候有練那樣 彈結他的人 也有一個專門按手指 按來按去按來按去 按來按去的 鍛鍊手指力 其實 這一副我感覺 其實 看看 會否還有其他動作 都 感覺整體都很好 所以這一副 可以跟美國人得定 對 這一副真的可以 Test起來 好 多謝 歐洲編 來到第三集 明天 還有一副 明天那副 給你一些心理準備 好 是挑戰 有多差 有多差 好 好 好 都期待一下 好 我們明天繼續